字幕君 哈嘍呢 大家好 我是小鱼快點看到我的頻道 今天就喜歡這個projects 玩杯喔 上一集呢 我們從那個 消防局 最後收完東西回來嘛 那我也快了點時間回到家囉 然後我發現 好像 沒有開到發電機嗎 啊 應該是本來的那台發電機 燃料沒有很足喔 所以 回來這裡的時候已經用完了 對喔 也忘記換另外一台滿的 然後現在有點擔心 我的冰箱 裡面的東西該不會都壞了吧 喔 還是新鮮的 而且 欸 喔 沒有冷凍了 已經沒有冷凍 對 哇 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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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這邊的就有一些不新鮮喔 呵呵 沒關係 好 順利回來了 那今天自己要來幹嘛呢 今天的話想要來升一下金光了 因為我回來的時候也 撞到滿多殭屍的 你看這個 車頭 這個引擎蓋 喔 這引擎蓋是沒有修過的啦 對 這個第一次修還是100% 不過有部分引擎蓋 我已經是修過一次 然後要再修 然後也要再修到100%的話 至少要升個一兩等的金光 那我們之前有說 油站對面那邊的那些鐵絲網可以拆掉嗎 我們等一下過去拆 我先睡個覺好了 欸 也不困耶 嗯 又回來的時候 就有車上睡了一下 呃 這個時間點 我看拿一下 手電筒的電池 拿個幾顆就好了 其實這種電池也沒有很重啦 可以多放一點在車上了到時候 要出遠門的時候 我們這次就是因為沒有帶足夠的電池 才害我 害我上一集那邊耗操久時間的 來 燒防衣服 燒防服也帶回來是吧 我們之前那些燒防服其實都 全部都差不多壞了 因為 後院的樹正是有夠多的 它會一直生一直生 之後也可以帶一點 碎石回來 只要在那個草地上面鋪碎石 它就不會再生樹了 只有鋪碎石可以喔 你蓋那個木地板啊 然後 鋪一些家的 屋子裡面的這種地板啊 它也沒辦法擋那個 植物生長的 就算你鋪上去 它還是會生給你看 對 超麻煩 一定要鋪那個碎石 來 我們這邊 東西放一放 其實外面有很多東西 不過我不是很想撿先啊 我們先去那個啦 先去念那個進攻啦 喔 獵刀也剩一把了喔 備用的剩一把啦 這箱子裡面 也沒了 哈哈哈哈 嗯 不管了 槍的話應該先用不到 而且我們也帶槍櫃回來啦 到時候可以把東西放這裡了 來 做個食物吃 做個食物吃 其實我 前兩隻在出門的時候啊 是有煮到一份食物的 可是那時候忘記拿了 呵呵 就放到現在啊 我這個拿去吃吃啊 應該也 不多殭屍啊 因為我回來也沒看到 這外面有殭屍就是喔 對 感覺 這裡再生的數量真的 比想像中的少欸 搞不好 也不太需要用這個無敵牆 呵呵 不過不知道是因為我 有車子停在這裡還是怎樣 這一塊真的是 沒看到他有再生過殭屍 每次都是回來的時候 外面這些地方跑過來的 不過現在連這些地方也沒怎麼再生喔 喔 啊有站這裡耶 沒看到有幾隻喔 你看 也是空的 這邊的是 很安寧欸 喔喔有一隻了有一隻了 等一下我們也拿大進攻 那 上一隻我們 頭部那個傷口 還是前一集啊 忘記了 那 他也 應該是好了啦 我猜 呵呵呵 這個就留著吧 留著他不用猜 然後拿一下 噴槍 噴槍 有 OK 這個他要在 指定方向才能拆 他應該要 對面這邊 才可以吧 對他 他要 他要到對面 他是這一狗 這個圍欄是屬於這一狗 所以右鍵這邊可以拆 我這邊拆一拆 今天應該不多啦 不過 剛好這裡要拆 就拿一下 以後我們過去就不用繞一個圈 把這裡 整條給拆掉吧 其實經驗還可以欸 二十幾 一塊 不過下一等級才是麻煩 下一等要用超多的 下一等是 三千斤吧 這邊先不拆 拆完這一條 哇 拆完也沒升到 差一點點經驗 那剛好這裡有一個廢車 拆了他吧 這邊剛沒東西可以拿的啦 引擎也是零的啦 對啊 這台廢車 他只有這種 撞到歪掉的車 才可以 拆 可是他會用到那個燃料 他會用到這個燃料 一把滿的氣槍是一百燃料啦 頂多只能拆五台這種廢車 然後他也有一些進攻的經驗 哇 也沒有很多欸 拆一台也只有五十幾而已 這還有一些金屬廢料啊 相關的東西 OK 那我們回去看一下 升了五等的進攻修引擎盖 修過一次的引擎盖會修到幾% 我看一下 呃 我這一個是 這個是沒修過的 我記得家裡面有一塊是修過一次的 好像是這一台 不過其實現在也看不出來 除非我把它拆掉 等一下 哈哈 拿一下板手 來來來 我把它拆下來 應該是這一塊喔 喔 這塊也是沒修過的欸 那應該在我的車庫這裡 喔 地上地上 對 這一塊是修過的喔 修過一次再修 五等的情況下也就79% 啊我沒有看到剛剛四等的時候是幾% 沒有辦法對比 不過再升的話應該更高 我們記住這個79就好了 嗯 這樣子要考慮一下去哪裡升了 可能回去我們上一次那個倉庫吧 那邊一堆的大型金屬架 那邊一堆的大型金屬架 對 那順便多拿一本進攻的書 可能去那邊泡個一兩天 進攻書 OK 進攻四等 應該是升不到五等 升到四等應該就很久了 這樣子我要確保 家裡面的電力是有的 好不然 嗯 不過剛剛已經有換到另外一台 滿的 對 那先不管了 我們也不用 呃 開警車過去了 開警車過去 開警車 這警車引擎蓋應該可以修啊 對他沒有修過 修掉 好 走吧 應該沒其他的東西要帶吧 水呢 這裡應該有一些水瓶 啊武器我們也要帶了 那個 燒防斧啦 燒防斧在車上 欸 那水瓶不知道放哪裡了 之前身上有一堆水瓶了 可是 呃 欸好像在這 看到了 這邊 OK 不知道那邊薑是多不多啊 不過這裡也是有很多 為難可以拆盪 而且這邊 欸 都沒什麼殭屍啦 呵呵 算了算了 去吧 也沒有很遠那個地方 哇 路上 路上的殭屍呢 喔我們之前 那個衣服 欸 那個衣服 那時候生那個 裁縫的時候 清了那一批 對 都忘記了 蛤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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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來來 哇 那這樣子其實 清完它之後 重生速度也沒見得很快 欸 我們裁縫 清完那一批 我私以下也玩了十幾天 在家裡面做重訓 他也沒有升多少出來 OK 門關起來 不過這邊是有個洞啦 嗯 我看著這裡應該是還好啦 這個喝掉吧 來吧 來吧 這邊 升一下金弓啊 這裡一堆啊 非常適合用來升金弓的這裡 所以當初 來這邊收的時候 就有打算直接在這邊升那個金弓 可是 因為沒有那個書本了那時候 就沒有 升完了 欸 我現在很怕我後面有殭屍欸 天啊 後面有殭屍的話 就麻煩了 哇 怎麼那麼多 還有嗎 應該沒了吧 沒有要轉頭了 OK OK我確認一下 沒了沒了 應該剩這些了啦 嗯 嗯 在裡面 太暗了也沒辦法用 燒防符欸 OK這邊還有兩隻 用燒防符就沒辦法拿手電筒了 還有一隻欸 我還在敲門 OK 不要打擾我拆東西啊 拆吧 這樣子拆一個 一百九十 我現在是 拆一個才五十經驗左右 五十多一點啊 這樣子我要拆 六十個 六十個金屬擴架才能升這個等級欸 喔這邊有兩把棒球棍喔 我現在只要說 只遇到三把 喔這邊還有 原來這邊 沒有撿到那時候 OKOK 哪一哪啦 大型鈍器喔那是 喔齁 根做四等喔 我們之前缺這狗 哇剛好這邊這盒拿到了 快升了快升了 還差 一千經驗喔 然後我發現我噴霧那時候也 沒有拿回去 在裡面也沒有噴霧 我會帶一點回去 OK 六等喔 六等喔 花的時間比我預期了九喔 那我們先去看一下那個 六等之後修引擎蓋 來修幾趴 如果可以一百的話 也沒有必要先再升上去 八十五 本來是七十九嘛 對不對 然後 我要升了一等 才加到八十五喔 那八十五也是OK啦 暫時應該夠用了吧 我們修個八成 後車廂呢 後車廂 後車廂 現在只能 七十三耶 那再升的話 我們要先看書 要蠻久的 我覺得 先回家好了 我怕 家裡面沒電了 先回家一趟 我們 可能去拆那個 柵欄吧 因為這個經驗真的是差不多耶 好像 那至少柵欄 我不需要去清空那個櫃子 我這裡光是清空那個櫃子 就浪費一堆時間了 我們酒廠那邊 一堆柵欄也是可以拆一拆 那先回去念書 然後這種 不知道能不能拆 我感覺這種是不能的 而且離家近一點的話 有什麼事我會跑回家睡覺 剛剛在外面 很容易拆到 太累 然後一堆殭屍過來 沒有辦法睡覺 對 來吧 哇 要回家 東西都帶回去吧 OK 哇 我居然翻 翻那個耶 哇 等一下 這樣子我的手電筒是不是翻在地上了 對 拆回來 爬這個東西的時候 副手會 丟在地上 很麻煩 啊 話說啊 前兩集的時候啊 我已經把這個 冰箱給拆了 這邊有一個冰箱 我把它給拆掉了 主要是因為 不想太耗那個電力喔 對 拆掉的話就 少耗一點電了 這個 發電機能撐久一點了 我剛剛這樣子出去兩天 84% 沒有耶 燃料剩77%了 好 耗得蠻快的 來吧 先念個書啊 這腳色也蠻熱的喔 穿太多衣服了 要脫掉一些啊 這件衣服還沒有上補丁啊 這個喔 長舊T恤 可以上 它保暖沒有很高 雷貓山也是蠻保暖的耶 我覺得沒有必要留喔 牛仔襯衫 拖這兩件吧 啊 拖這個啦 防彈背心啊 漢山也拖了吧 反正這件也沒有很好喔 那這個 防彈背心拖了 太熱了 雷貓山拖了 OK 這長舊T恤我們把它修一下 因為它本來是0% 所以 我們沒有必要把它完全修復 直接打那個補丁上去就好了 它需要1 2356 沒有線在這裡耶 好現在這裡 OK 直接打這個 皮條上去 然後 這樣子打完它也不會說 那個耐久也沒有到滿的喔 不過沒關係了 防禦留在就好了 如果你想那個 強迫症啊 耐久那條滿的話 你要修復 再打不定 不過沒關係 這種沒有必要修復 因為它本身就沒有防禦 那你說這種牛仔襯衫就會修復了 因為它是有防禦力在的 我們這一件 這一件 不要了 先放在這裡 哇這邊放暖了 OK 這樣子沒那麼熱啊 欸 有點可 哇 這個時間 這個時間去睡的話會晚上耶 我看一下家裡面有什麼事可以做 我們可能整理一下東西先吧 OK 稍微整理了一下啦 也沒有全部剪完啦 那這邊我多放了一個架子 用來放這種 可以直接吃的食物喔 到時候如果要增肥就可以吃這些喔 它卡路里都很高 那另外兩個架子我放在這邊 都用來 當那些布料的衣服的架子吧 之後槍架也搬了一個回來喔 不過目前還沒有搬東西進去 那邊還是一團亂了 那我們去睡個覺 去睡個覺 可以去外面拆那些東西喔 這個一睡應該就直接睡到 早上了吧 哇 發噩夢 幹不是吧 沒關係沒關係 我來 喝個酒 我有帶到 兩瓶威士忌回來喔 因為想說以後出門還可以做 還可以再做那個 那個 那就那個什麼 燃燒蛋喔 OK 這樣子應該 很快又會困了 再睡一下哈 哇該不會不困吧 欸是可以睡了 為什麼會 突然間發噩夢啊 到底在幹嘛 我們不是在家裡面很安全的嗎 3點多 3點多 可以啦可以 氣槍有了 OK 走吧 多帶一陣子電筒而已 植物能收成的耶 呃 不是 這高麗菜很快會壞掉 一定要收 哈哈 高麗菜是中的蠻快的 而且他也可能用來抓兔子 對 啊我們陷阱那邊也沒有去顧 陷阱的話 我之前 有收完那個 呃 兔子之後啊 我就沒有補那個 呃進去了 沒有補進去的話 好像是抓不到的 那 我不確定啦 因為有人說 紀律很低 可是我自己是 真的好像 抓不太到 那 只要沒有抓到動物的話 就不會壞 那些線 就讓他 我就讓他留在那裡了 這邊 有一顆 是生病的 我們種那麼大片 就生病一顆 還可以 還可以 哇 這個高麗菜 來 先吃個兩口 哈哈 好飽喔 哇 寬野菜爛掉了 哈哈 好啦 這個放進去 有點多啊 這個高麗菜 換不下啊 再生一點點 之後再 之後再來處理啊 okokok 差一個而已 吃掉 這45個塊的菜 之後 拿去堆肥了 到時候 啊 全丟在這裡 500多個高麗菜種子 等下雨的時候 我再補那個種子回去 再種下去 又沒下雨的話 這麻煩喔 然後這兩顆 那兩顆就不要了 走吧 剛好 到早上了 我們這個應該也是可以拆的 對這個也是可以拆的 不過沒必要 難得是無敵槍 拆掉就很可惜啊 這裡的 我們拆 這裡經驗包會不會多一點啊 不過我們現在那個 七八等是十二 十二的加成啊 十二加成應該 蠻多的 十二倍的經驗 應該在 密 哇 還是在外面喔 在這裡 看一下 哇 40 40左右耶 我要拆一百多份耶 我要拆一百多份耶 這太難升了吧 六等進攻還沒辦法把 後車廂收到一百 我們只能繼續升上去 我看一下到底要幾等啊 理論上八等 這可以修到一百了吧 我們的那個拖車的後車廂 已經撞到剩 那個容量剩一百了吧 不是耐久一百 所以真的是要修一下 要升這個 才要來升這個精工啊今天 不過感覺我自己拆完 都不是很夠用 而且他修過一次再修 這只 這 這越修越少 我這個第一次修 一定要修到一百 不然就浪費了 因為第二次就很難 再修到一百了 嗯 不過 後車廂通常都不太會撞到啦 所以 應該就 不會修太多次了 那引擎蓋的話 又可以隨便換 其實也 沒有關係 對 我覺得如果單純只修引擎蓋的話 剩個六等應該就夠了 對 剩個六等就夠 我這邊 是因為我要修那個後車廂啊 而且 我的那台車有鑰匙 哈哈 有鑰匙的話 冬天出門我可以睡在一個 有暖氣的車子 還蠻有用的 因為你 車子沒有鑰匙的話 你要開著引擎才能睡 對 有鑰匙的話就不用開引擎 不用開引擎 然後 就不會引到殭屍 沒那麼吸引殭屍啦 有殭屍遷移過來還是會發現你啊 不過重點就是可以開冷氣 對 我這裡拆了也方便一點過來這裡啊 只是過來這邊也沒什麼用就是啊 然後地上有一堆的那個鐵管啊 全部都是短盾器 全部都是短盾器 小型盾器啊 我們沒有升過耶 有六經驗 不知道什麼時候拿的 大型刀人也沒怎麼升過 長柄武器倒是 有快升到一等了 其實技能點來說的話 這只有大型刀人跟長柄 是沒有經驗加成的耶 我們可以連那個 小型盾器都可以點一點經驗加成 下一隻的話 下一隻啦 下一隻啦 下一隻 嗯 之前有人說 碗到後面不是很難死 有碗到後面你 全天候宅在家 你一路宅在家是可以的啦 就是你去 種田釣魚 然後 就算那個 遊戰的游泳玩啊 你也可以用砍樹生活 來取卵 理論上是可以一路活下去 可是 就 就看你要怎麼玩啊 我自己喜歡 出門去收各種東西 倉鼠吧 對倉啊 對 那 有時候去一些地方 挑戰一下自己 對對對 像我之前 也是滿常 受傷的啊 反正後面還是 有時候一些小事物還是很容易受傷 你遇到一群殭屍 他們追著你跑 反而沒那麼怕 最怕就是那種開房間 裡面 藏著一兩隻抓過來 對 啊那種真的是 只能說 多注意 不過我們之前 去西點槍店那一集 他兩隻殭屍互撞 然後我一尻過去突然間 咬我 那種也是 一個措手不及啊 真是也是一個措手不及 所以 玩到後面 除非你完全不出門 不然 你的危險性 跟 那個 前妻是一樣的 我覺得了 只能說 看運氣 他咬下來 應該說 看運氣 他咬我咬得到 然後咬下來你的衣服有沒有擋到 對 我們只能用這種方法 去增加存活的機率 像我現在那個 防禦力其實 至少可以擋個一兩下 除非他兩口都咬在 同一個位置上面 或是咬在我一些很薄弱的地方 咬在手的話 可能還會受傷了 可是至少 不會是咬傷 對 咬傷機率會有降到一些 我們有擋到 不過咬兩口就不一定了 哈哈哈哈 咬兩口這個就0% 然後就直接咬傷了 OK 我們這樣子也 剩不多欸 是快剩到7等了 可是又要睡覺了 再猜一下那個吧 民房那邊的那些人 反正好像也沒怎麼剩到殭屍 猜掉也沒差了 喔 下雪了 哇 10月份就下雪了 不是11月才下嗎 是不是有點早啊 我的植物還沒有種起來欸 這麼快就下雪了嗎 其實我也沒有一個確定時間欸 他好像 我也不清楚 好了不管了 好了不管了 我現在才剛剛下雪而已啦 還 還沒有 倒數那個 呃 沒辦法種吧 啊 還差一個階段喔 嗯 看一下 你們還可以拆 這裡的啦 嗯 走吧走吧 或是下面的那些豪宅區也可以拆啊 我看一下旁邊那一棟 是什麼圍欄好了 旁邊這棟是木的 那只能拆這裡的 問題是我能不能翻過去啊 而且我翻過去 我的手電筒 好煩喔 他這個喔 你不能先把它放到包包再翻的嗎 欸有了翻過去了 對他要在這邊才能拆 OK 沒這樣子 嗯 現在這個體溫還OK欸 還OK就先不用 多穿衣服啊 不過冬天我蠻喜歡的一點就是 我可以穿很多衣服 我穿很多衣服都不會有那個太熱的問題啊 因為如果你 剛玩的是7月8月份的時候 你穿夠6件衣服 你打個幾下可能就是過熱 然後出汗啊 那個汗水多到會降那個速度喔 那身體式的那個debuff 如果是 兩層開始就開始降那個攻速了 如果你是到頂的話 他會說中速然後降那個攻速降的很離譜 夏天不能穿太多衣服 可是冬天隨便你穿 隨便你穿 然後 又可以拿到防禦力非常棒 超棒的喔 我自己是蠻喜歡冬天的 不過冬天 沒辦法種田 沒辦法釣魚 密石也沒辦法 好像連野生動物 我不知道陷阱抓不抓得到欸 也是可以試試看 不過 然後 欸 隊員 我等一下可能要回去 把那些高麗菜冰起來喔 要用來 當那個陷阱的那個食材喔 不然到時候就沒了 高麗菜也壞的蠻快的 喔 7等了 終於 哇 喔 來吧 我們 一路拆到那個 啊 拆到 要休息 再回去喔 應該也是 升不到8等喔 不過等一下回去看一下 引擎開 第二次跟那個 後車廂 可修多少 嗯 這邊真的是比那個 大艙快一點 因為我不用 因為我不用清那個 擴架身上的東西 直接瘋狂右肩拆就好了 如果以遊戲時間來說的話 我也 不確定這裡 會不會比較快 應該說 我們拆這裡的會比較方便喔 你不用拉來拉去 限時時間來說 一定會比起擴架 快一點 有時時間的不一定 畢竟這個經驗少蠻多的 OK 這裡全部拆完了 拆完了 經驗呢 喔 也有到一 三分之一啦 沒有到一半 嗯 而且 那邊還有 我們先回去一趟 先回去一趟看一下 哇 我們體重 喔 差一公斤 差一公斤就沒有這個體重過輕 這體重過輕也是會讓那個 體能消耗加快 嗯 嗯 七等也是85喔 哇 所修第二次好像就 最多是85了 修第一次可以修到一百 修第二次最多就85了 看起來 然後後車廂 欸 我這後車廂是修過的嗎 為什麼是79啊 喔 喔 看起來那個後車廂是修過多喔 現在後車廂62 要不要修啊 修掉的話應該有160幾啊 修啦修啦 我們三燈的金工就是為了把它修滿 有了 哈哈哈哈 欸 那我就不用先升了喔 對 反正短時間也不會再用那個啊 對修第二次就剩79了 哇 而且剛剛六等七等都是79的話 那就代表說 應該升到六等就是頂了 對 我這個七等就 多出來了 不過沒關係啦 沒關係 我們這個也可以修啊 這個 車輛信息 哇這兩個輪胎都沒有爆喔 我一直說要換這個 不過這個修了是不會增加容量的 這容量跟那個 車身的耐久是無關的 好啦不管啦 先這樣子吧 那我們 這支影片呢 先玩到這邊啦 喜歡的影片請幫忙按個讚 有閃口說的更多這款遊戲 又記得訂閱我是小夜 我們下一集再見 這樣 請看 那